生治愈青春 我们的月威水乳呢 可以治愈你的肌肤 那么我们的治愈电台 可以治愈你的青春呢 同时的话呢 今天如果说你可以全程观看 我们的直播的话 你可以得到非常非常治愈的 一个小时的时间 同时呢 我们今天的主题嘛 是治愈 所以呢 我们请到的嘉宾 必定呢 也是自带光环 自带这个治愈的 同时我们的嘉宾 是来自于一个神秘的小岛 他从岛上呢 成功成团 他不仅仅很治愈 同时还很温柔哦 说到这里 能不能猜到 我们说的嘉宾是哪一位大咖呢 大家可以把他名字 打在我们的宫廷上 打在我们的弹幕上 同时 我现在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在我们的嘉宾出场之前 要补充一句 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 会送出超级多丰厚的福利 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间 千万不要离开 大家注意一下啊 今天锁定直播间的朋友们 都有机会可以抽中我们直播间的大奖哦 而且福利超级多 很密集 想要知道我们更多的一手的福利消息 大家记得可以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群 来看这里 这是我们的粉丝群的二维码哦 大家可以截图把它截屏下来 然后扫一扫可以加入到我们 越威治愈电台的粉丝群 同时可以get超级多的惊喜福利都在这里边了 有没有截好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 赶紧截图保存下来吧 好 那么我们为了回馈一下大家这么着急的想要见到我们的治愈嘉宾的一个情绪 我们马上要请出我们的重磅超级治愈嘉宾 欢迎刚刚成团的英朱万博园有请 哈喽欢迎你欢迎你请坐 你好你好哇哦真的是感觉博园一上来我们的弹幕已经彻底沦陷了 那这样吧跟大家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好 呃自身堂允乐时刻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自身堂的月威水乳大使英朱万博园 哇哦 很高兴来到月威治愈电台FM520 哇是的 所以今天的话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直播间 因为有了博园的存在对不对 所以很酥很温柔哦对不对 那么我们博园刚刚一上场真的是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清爽的这个蓝色的着装跟我们今天的治愈电台很搭哦 好 是不是是不是挺搭的 大家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一下我们 那刚刚呢其实博园也有告诉大家 现在博园还有一重身份对不对 就是我们现在资深堂品牌月威水乳的大使了 耶很开心 谢谢资深堂 是的 然后这里呢也是博园跟我们的月威水乳真的非常的契合 所以成为了这个大使 那如果说大家喜欢博园的话 同时也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月威水乳 其实今天我有看到博园就是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啊资深堂是他们很喜欢的品牌 也是我很喜欢 对然后又很喜欢博园 然后两个刚好就是结合在一起就让人觉得很惊喜 双除狂喜 是的 好那这样吧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 大家可以准备好我们直播间多多的关注 同时呢欢迎一下我们的博园可以在弹幕里面打上他的一些欢迎的口令 同时大家准备好了之后 我们马上要给大家来进行第一轮的抽奖 抽奖 为了欢迎博园的到来 对抽奖 开心吗 激动吗 抽 之前有没有在直播间抽过奖 以前有过 但是那今天有你抽给大家好不好 对我能我能体谅就我能感受这种激动的想得到奖品的心 这种气氛对不对 为你来所以今天的奖品很丰厚 次数非常多 那准备好了之后可以点击一下我们屏幕左上方会有个小礼物的一个标志 输入我们的口令 口令是什么呢 月威有生至于青春 输入完之后我们会倒计时一分钟 一分钟结束之后我们会公布 中奖的五位粉丝朋友们 你可以看到自己名字有没有在我们手机屏幕上啊 中奖的朋友你知道可以获得什么吗 那边写说我的海报 是的 可以获得博人的签名海报一张哦 最主要是签名海报 所以大手笔了 抓紧时间赶紧输入我们口令 对口令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大家记得输口令 月威有生至于青春 是的 同时等会中奖之后的朋友呢 可以把自己的一个ID 同时呢告诉我们后台的客服小姐姐 然后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发放的 同时今天如果是购买我们的水乳 大家可以点开我们左下右下角的购物袋 最上方的是博远同款水乳 前两千名下单的朋友 还可以获得博远的明信片福利哦 只有前两千名有 我刚来的路上有看那个直播 是不是 但那个链接点不开 哈哈哈哈 所以现在可以点开了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把我们直播间多多的分享出去 然后现在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吧 因为博远的舞台呢 我们一直有关注对不对 舞台上非常帅 然后私底下呢也可以感受到 很乖巧很暖男 那相信努力都有回报了对不对 现在已经成功成团了 很幸运 是然后呢有这里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治愈时刻 好不好 因为来到治愈电台 所以呢很多一些粉丝朋友可能分享了一些 他觉得你给他们带来的一些治愈时刻的瞬间 那这里要不我来说一下 然后你来选出来 你觉得哪个最打动你好吗 好啊 好来那大家有没有听好了 之前有没有提交过这一些时刻 因为我们之前是有在粉丝群 征集过了这一些的问题 那第一个呢 有一位粉丝宝宝说了啊 很治愈的时刻是什么呢 听到博远唱歌的时候 这个啊我自己那我平常我也是爱 蛮爱自愈自愈自己的唱歌的时候 所以你有的时候如果说自己觉得有一点小烦恼啊 小不开心也是很喜欢自己唱歌对不对 可以缓解一下情绪 其实唱歌比起唱歌来说可能因为一直有练习的话 大家可能听到说啊呃有自己的理解在歌声里面 但自己一般压力大的时候 剩签 听歌哈哈哈做饭 做饭 做饭 他最至于 天哪 最至于这个脚本上可没有 突然多了一个新的这个大家知道的贺 就是把那个所有的东西都切配好放在那里一样一样放好 的时候再样样放到锅里去炒 然后做出来的又很好吃的那种感觉 我的天哪 我们的暖男伯远卷 还会做饭 厨艺怎么样 厨艺自认为还可以 是不是 我会去把喜欢吃的点过的菜 就是自己 复刻一下 对 申请了 主要是自己做的好吃 然后这过程中 干净卫生方面 对 然后呢又可以满足自己的胃 就是而且过程当中就很有成就感 是的 所以下次如果说 博远有做了什么好看的菜啊 好吃的菜 给泡泡照片给我们分享 好嘞 好 来 那第二个粉丝朋友说到的治愈时刻是 博远成功成团的时候 哇 激动的泪荣雨霞 有没有 这个也是大家给予我的一个治愈时刻 当天现场就感觉 哇 这跟做梦一样 做梦一样 是不是 然后我们南南学长在那念到那个 不是宣布名词之前会念跟这个选手 有关的一些故事啊 他出来的第一句话我说 嗯 嗯 是我吗 是你吗 第二句 好像是我 但是我要震惊 我不能让大家看出来 我很激动 哈哈哈哈 因为那种感觉就是 脑袋是一片白的 我说真的吗 他还在说 他还在说 然后他说的话就像一个进度调样的 哇 百分之二十了 我四十了 我五十了 我还去想了 对对对 哇 原来真的是我 对 然后那一瞬间觉得 哇 然后周围都在 恭喜你 恭喜你 但我演艺里就是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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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天上 刚博远说了 这个时刻呢 其实是很多粉丝朋友给到你的力量 但同时呢 从博远到 英出万博远 其实这个过程也给到我们很多粉丝朋友的力量了 就他们可以从你身上也可以感受到这种力量 以及治愈的能量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还挺荣幸的 是不是 对 这还是挺荣幸 就是自己 嗯 怎么说呢 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脚步来做的事情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知不觉地给到别人温暖也好 治愈也好 就是有种 就很开心 对对对对 感觉无形中做了 对 了不起的事情 是的 好 来那第三个粉丝宝宝他说到了啊 治愈时刻呢 就是吃到好吃东西的时候 对我和你一样 跟你一样对不对 对的 我们平时还是喜欢吃咯 对美食 不过其实从大从那个岛上下来之后 节目结束之后 我们我们现在团员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感受 大家都胃变小了一圈 就不知道为什么是真的 三个月的时间 因为训练比较辛苦吧 有可能 而且里面吃的东西很健康 是真的蛮健康的 然后每天菜叶子塞的比肉多 然后现在刚刚在那个休息室里 要是以前的我我可能这个拆开尝一尝 那个拆开尝一尝 然后现在克制自己了 就看着就是 饿了再吃吧 嗯 这个感觉 就是吃健康的 主义的 对 然后稍微就是有一点小忌控 对碰到大家估计看起来难受 所以要瘦一点 哈哈哈 现在看起来很清爽 谢谢 很帅气 谢谢 好 好 来 那我们刚刚的这个互动三个 你觉得哪一个你觉得是最治愈的 嗯 看到我成 都挺治愈的对吧 就是成团这个对 因为我也有这种感觉 啊 是的 有这种共鸣 大家 其实你的心跟粉丝的心是连在一起 对 因为我成团是大家给予我的治愈 对不对 但这个过程大家看到又觉得 啊 又治愈了自己 那相当于他们也治愈了他们自己 我也通过他们治愈了我 我们两个好像在说让口令了 哈哈哈 逻辑没有错 是的 好 来那我们接着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 好不好 除了我们分享的治愈时刻之外呢 其实很多的粉丝朋友们 他们还想要跟你有互动 对 他们准备了一些问答 好 那这里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准备到的一个题板 给大家来看一下 粉丝朋友们 他们都问了博源哪一些问题 好不好 来看一下这个题板 是我们出道的什么问题啊 出道的来自粉丝 是不是 好 然后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很好奇 博源能不能每个都回答出来 你们觉得呢 现在看我们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 你觉得能回答出来吗 下岛后 有没有关注你粉丝的博人传 对 有没有想跟粉丝说的 我博人传就是说就是大家就是和我一起奋斗 然后成团这个过程对不对 嗯嗯嗯对 我有看到这三个字 但是我其实 定义不是一直很明确 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动漫的名字 但是名字 博换成了我的博 如果说这个特指的是我们彼此之间 奋斗最后成为英特广成员这个身份的话 也我想对大家说 去感谢你们治愈了我 然后也希望今后换我来治愈你们 嗯好 然后我们也谢谢博远 那其实刚刚第一个呢 他写来自粉丝是这样的 我们临时抽取到的一个问题 那这里来问一下博远好不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 博远一般的护肤步骤是什么 护肤步骤 嗯对 洗完脸之后 嗯 敷完面膜把脸清理掉 然后会用那个化妆棉 嗯就是把月威的水化妆水 然后弄在化妆棉上就是 它是师傅 就直接让它贴上它不会干掉 干掉以后再接下来然后再涂乳 哦就是你用师傅的方式来代替涂乳 对对对对 哦这样做到一个面积保湿 这样的话那它就比较不会 那化妆棉盖着的话它就不会 蒸发对挥发对 哦很专业哦很懂哦 化妆棉也消化蛮快的 哈哈所以的话先用我们月威的水 然后再上用上乳 然后水的话呢用师傅会更多一些 对的涂乳的时候 也不用妈学的往上涂 哈哈哈手法很重要啊 那这里的话呢博远可以给我们示范一下吗 就手上给我们示范一下好不好 来看一下你平时使用它 它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质地和质感 像博远现在手上拿的是我们的滋润版本的 然后其实我们今天的制顶的那款宝贝呢 是我们的清爽版本会更适合夏天一些 那个是清爽的吗 你想试一下这一款对 因为我自己的肤质的话 比较适合清爽型的其实 清爽型的话呢 像油皮的话真的是超爱 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同时它这一款是润而不腻 因为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脸上很容易就是泛油光 而且加上光的 对有时候训练是需要带妆的 所以在训练前如果带了妆很需要一些 像清爽型的月威雪乳这样的产品 让自己的皮肤处于一个时刻滋润的状态 是的 好那我们倒一些在手上 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质地 我们给涂在手背上看一下 很清爽 即使我今天带了妆涂上去我也觉得很清爽 对有时候带妆久了脸其实蛮干的很难受 对的 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一些湿润的一些东西 可以擦拭一下 而且还蛮舒服的 正好现在不能补妆 要自己压油 你好可爱哦 然后特别是像有的时候 如果说带妆比较久了之后皮肤很干 回家就用这个湿肤 下午会更好一些 对的非常的清爽 对 而且有一股很淡的香味 是的因为它这款很适合像熬夜的肌肤 或者说需要有抗初老 因为现在我们可能经常熬夜嘛 刷手机对不对 然后再用上我们的乳液 对不对 搭配一起来使用 效果会更好哦 是的 博远的同款 喜欢的可以赶紧点开购物车买起来 正好那个链接上是清爽性的 对 然后又是压缸头的 就是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舒适 流动性很好 是的我刚刚提出来的时候 差点撕出去 哈哈哈 它不油腻 所以你下电用的时候 不会觉得脸上呼了一层 那种很难受很闷痘 然后不能呼吸的感觉 这很清爽 我每次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觉得很清甜 对 它里面有直脆的一个精华成分在里面 有直脆精华的话一般就非常柔和 不会很刺激皮肤 是的 然后包括皮肤有抗初老的一个问题 全部都可以用它 好的 大家喜欢的可以用一下 看见没有 用完的手还是很滋润的 是的是蛮润的 而且不油腻 嗯而且有那种透亮感 其实常新使用的话 皮肤是可以做到一个透亮提亮的啊 好来那我们接着到我们的问答好不好 好的 好我们的下一题是 出道前和出道后 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来交给我就可以 没关系 出道前出道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忙起来了 忙起来了对不对 对但是忙且开心 就知道看那个台班就是每天要干嘛 就很开心 对我还看到你有发的一条 就是说 就是说你是成团之后的第一场活动 对不对 对那一条也是感谢了很多的老师啊 对那天因为一直听说成团后会很忙 我没想到忙的就是 哈哈哈没想到这么忙 对就是行李箱就是你收好没收好了以后 我赶紧化呃收完行李箱弄完我写的那些事情以后 我天亮了天亮那就来化妆吧 化完妆以后去去拍打只拍广告 还好有月威 是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忙起来就不能忘了抗出了这件事情 对然后我注意身体对不对 好来那我们下一题我们抓紧时间 你先分享一下自己遇到最治愈的三件事情 最治愈的三件事 对 第一个说的是自己遇到的就是我的伯乐们和我在创造营到成团这个过程 第二件事就是做饭 然后把它吃掉 哈哈哈 第三件事情我很喜欢看一些电影 就是如果电影里面的人他有经历了一些事情 是我想要得到或想要经历却没有经历到 或者是说他和我有同样的经历的时候 就会他和他很有共鸣 产生共鸣 那个是让我很治愈的时候 比如我看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看同样的几部电影 比如《阿甘正传》啊 还有就是《怨然心动》啊 还有就是《星际穿越》这一类我经常会看的电影 每次看我觉得能抹眼泪 三种都是不同的这种风格 对但他们都会有恰好打动我的点 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哇好感动 想要一次一次又回顾 体验那种心情 可能半年以上会再看一次 就空的时候 是的 哪怕你都知道他下面要干嘛了 但是还是要看一次 但是还是很喜欢 对的对的 好来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有没有想过没有成为偶像的话呢 你会选择什么职业 嗯 如果不做偶像 以前是想过不知道 除了做这个还要做什么 是真的没想过 但后来其实冷静想一想 如果不做偶像的话 那可能就要从自身的爱好出发吧 我可能会去开一个餐厅 我可能会去开一个餐厅 开一个我 那我们很想去吃 对因为自己喜欢吃 你以后也可以开一个 好啊 尽量 因为喜欢吃东西范围挺大的 如果一个餐厅把自己 菜单上全是自己喜欢吃的菜 那也蛮过瘾的 嗯 好来下一个问题 你觉得什么是治愈感呢 其实刚刚有分享很多 对不对 就是有共鸣吧 嗯 有共鸣 就是你在对方或者是意见 不管人也好 人事物身上能够找到跟自己 比如说感动 就是有共鸣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就是治愈感 就觉得哇 他跟我想的一样 哇 他有我想要的那 那个角度的任何事情 嗯 明白 好 好 那还有一个问题 你一直说你把温柔给别人 严厉给自己 那你平时都是怎么治愈自己呢 做饭 是不是 我觉得我都会回答了 平常治愈自己做饭 现在在住的地方 其实我们很想自己做饭 因为但是现在每天实在是有点 比较忙 抽不开身 然后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 我不是喜欢看电影吗 那路上的时候 没有时间看的时候 我会听那个电影的原生带 主题曲啊 对啊 好 来还有最后的一个问题啊 有什么保养的秘籍 保养秘籍 对 除了我们刚刚的师傅 对不对 嗯 早睡 早睡 尽量早睡 是健康一点的 少油少盐 嗯 好的 所以大家如果看我们直播的记得哦 日常的吃的方面 饮食的方面 还有使用的护肤品方面 都要面面俱到 这样才可以拥有一个足够健康 然后又亮泽的肌肤 当然同时很多朋友可能中途进到直播间啊 这里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你们正在收看到的 就是我们资生堂的云乐时刻 同时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 月威治愈电台FM520 月威有声治愈青春现场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in to one 博远 那么说到这里的话呢 哎博远 嗨 是的 说到这里的话呢 很多粉丝宝宝都说啊 声音很温柔 很适合做我们电台的主播 真的吗 真的 FM520还缺人吗 哈哈哈 有没有想要成为我们的电台主播 有 其实之前在创造营的时候 有一期大导的大导日记的主题就是 FM211 就我的生日的名字嘛 然后设定就是我是一个电台主播的感觉 嗯 那应该很有经验咯 既然如此有经验 那我们今天要准备到三道关卡 三道关卡 嗯测试 来看你能不能成为我们正式持证上岗的主播 入职 入职考试嘛 对的 好来吧 可以吗可以吗 我们准备好 难度我们是会提高一点点 毕竟你有经验的 对不对 毕竟是自身堂 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能进去的 好来那我们开始啊 我们第一关叫听力测试 嗯 那么成为一位合格的主播 不仅仅要能说 同时听也很重要哦 是的 然后这样才能辨别这个声音 是不是 好来那我们要准备开始 我们这里的测试的内容是这样 我们会播放治愈声音的片段 然后请博远根据我们录音的内容来猜测 这是什么声音呢 这声音来自于哪里呢 好不好 好那准备好了 我们开始 第一个声音播放 诶 准备好了吗 来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第一个录音的声音是来自于哪里 大海的声音 海浪 跟你今天衣服很大 对的是这个这个的声音 很清爽 夏天跟大海是分不开的 是的马上到夏天了 对 既然这么热 大家一定要 清爽型水乳 又有一位水乳 是的 海浪的声音也是非常的治愈的对不对 没有错 第一题闯关成功 那我们来播放第二段录音 开始 好像是咀嚼声 咀嚼的声音对不对 来那那是谁在咀嚼呢 像那个狗狗吃那种饲料的声音 真的吗 对很硬的那种猫饼干狗饼干我咬过一口 我知道那个 你被这个这么熟悉我就刚想问说你是不是 很硬的那种猫饼干狗饼干我咬过一口 我知道那个 我们经验比如说有咬过宠物啊 家里有人 我家没有 我亲戚家有 去他家的时候 有好奇尝了一下 好 来那我们来看一下答案是什么 好不好 好 来这考验我们力量的时候了 来看一下 哎我看到 好像答对了哦 好像对哦 宠物的 吃饭 吃饭的声音 是的 如果说家里边有自己的小宝贝的话呢 像有羊宠物啊 猫猫狗狗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看他们吃东西的时候 这种食客还蛮治愈的 对是他们满本能那个行为 大口大口的 是的好 来那我们播放我们第三段录音好不好 来请听题 啊 呃 倒饮料 倒碳酸饮料的声音 倒碳酸饮料的声音 对那个开盖加 倒杯 这个很多人会很喜欢听到 嘖嘖 因为 因为会想主动去开一罐 会想主动去开一罐碳酸饮 我帮你把 饮料都 亲帽出来声音 哇博远你真的太贴心了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款你知道 不愧是自身塔 为了体验我们观察的难度 所以我们全部贴得非常紧实 就怕漏体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真的媒体都是现场 我给大家证明这个沾的确实非常的 很狼哦 开碳酸饮料的声音 没有漏过体哦 开碳酸饮料的声音 对的啊 好来那我们下一题好不好 我们再来听一下是什么声音呢 这个我觉得也是咀嚼的声音 对不对 脚 这个是人类的脚的声音 哈哈哈 因为比较小口 应该是吃薯片吧 薯片之类的 红花食品 对对对对对 薯片类型的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对不对呢 答案是吃薯片 的咔嚓声 我真聪明 对的 哈哈哈 恭喜薯片 就答对一道题 那继续 好不好我们的第五题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猜好不好 入职之路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了 猜题是什么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声音有点难哦 好像是 这声音是 烤 烤串 怎么每一个好像都跟吃 分不开 有点像那个 放那个 就是 烟花的那个声音 真的吗 对对对 这你都能听出来 小时候放那个都是一般都是 你会凑这么近看它 所以那个声音应该蛮熟悉的 我知道了 你说的是我们就是过年啊 等等的时候 有的时候女生很喜欢拍照用的那个 对对对 灰色的那种 对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 我有事是是 恭喜薯片答对了 新女棒的声音 是的 没有错 哇好 最后一题了啊 看一下这一轮能不能顺利过关 来请播放我们的第六段录音带 录制就靠这个了 还有朋友前面在猜烤肉烤鱼 你蛮像的 诶 这个声音大家可以听到吗 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能听到吗 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 稍微再放一次 这个声音好我们再放一次啊 再仔细听 你觉得很像摩擦的声音 像像 像什么 那个冲气筒 冲气筒 冲气筒 我听不出来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好了 来 啊 涂抹 涂抹月威水乳的声音 那这个 对不起 这个朋友的皮肤可能稍微比较干燥一些了啊 看来是很久没有用了月威水乳了啊 不行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们刚刚 这种录音很相似的声音啊 如果是干皮的话我就推荐大家用这款月威就是滋润型水乳 是的是的 用一下我们的月威的那一款滋润版本的非常适合干皮来使用 这个干到都像扫地一样的声音了 那当然要用一下月威滋润型水乳 我们一起猜对不对 那这就对了 让大家可以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我们后面还会有更多的游戏环节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对 现在很多朋友都是在看我们的直播 因为有国远的到来 我觉得还有个原因是今天给的 就自信囊 独力超大 是我 我看了那个就是 抽奖的 对不对 我们的脚本 脚本上面真的 买一送一了快 是 所以的话呢 那如果还没有购买我们产品的想要购买我们博怨同款呢 可以抓紧时间 购带里面已经上架了 可以赶紧去拍 后续如果说有购买我们产品下单的朋友 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哦 好来说到抽奖 现在马上开始好不好 这一轮的抽奖又要开始了 朋友们 但是这一轮抽奖的话呢 建议下单的朋友参与 因为我们是会从下单的朋友里面去抽取五位朋友 每个人可以获得一张博怨的亲笔签名照片 是的 对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抽奖马上要开始 这一轮的抽奖呢 也是同样点击一下我们屏幕 左上方会有一个小购物带 应该是小礼品 小礼物带的那样子的一个小图标 那点击一下输入我们的口令就可以了 口令的话 要不博远跟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 好请输入口令 月威有声 治愈青春 参与抽奖 然后倒计时结束以后 我们将送下单的用户送给我的亲笔签名照一张 每人有一张会抽取五位朋友 我们还有后面还有机会 如果这次没抽中的话 是的 所以赶紧抓紧时间 所以早点买起来 好像每一轮都可以参与了 对不对 月威有声 对不对 是的 赶紧输入我们的口令去抽奖 我们倒计时一分钟之后 等会会屏幕里边自动会弹出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名字 有没有中奖的 好 那这一轮的抽奖呢 结束之后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二关 刚刚第一关非常的顺利 那么第二关的话呢 你想猜一下是什么类型吗 更是听力考试 这个按照四六级考的话 下一个应该是填空题 很懂哦 下一题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 我们当时考试里边最难的啊 顽形填空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那我们也开始了 好不好 压力好大 来我们同样把提板给大家 你看真的很模拟 我们考试的时候那种填空题啊 好 来前面的话呢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好不好 因为很多朋友 对 口碑王牌水乳产品 对 月威伯菲 锦盐 亮夫乳 对 亮夫水还有我们的亮夫乳 两个是一个套装 大家可以一起购买 简称 月威水乳 同时 它的核心成分呢 就是VP8 复合脂粹 以及它独家的角质调理成分 所以可以帮助你代谢老肺的一些角质啊 抑制胶原蛋白的一个老化 同时呢 还有一个 AQUA INPRO 对 是专为什么肌肤来研制的呢 这里就需要 博远给我们揭晓一下他的答案好不好 专为什么肌肤 专为亚洲肌肤炎制 嗯 我不用自我感觉你答对了 哈哈哈 因为毕竟我也一直在用月威啊对不对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答案对不对呢 第一个 牌子质量真的蛮好的 对了 对了 还参与到我们的道具环节 亚洲肌肤炎制 对专为亚洲肌肤炎制 对了 调理角质同时呢 帮助我们大家get到亚洲的好肤质 让肌肤可以喝饱水熬夜换量有一套的月威水乳 代表性的功效是什么呢 代表性的功效是 呃 它既然要让肌肤喝饱水不睡好了 那就看着要更容光换发 呃 亮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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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看来是有自己的一套推理逻辑的 对的 既然补水补足了 皮肤肯定就会很亮 哎 哈哈哈 调脚质 调脚质 但是呢它除了调脚质 其实你刚说的那点也是对的 亮肤色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 熬夜肌肤最容易暗沉了 非常需要什么亮肤色 哎是的 好那月威水乳分为什么型和什么型呢 这个我知道 分为滋润型和清爽型 对的答对了 所以直播间那边的朋友们 你不用再担心啊 哎呀什么肤质我应该用什么 这款会不会不适合我油皮啊 油皮的话你就用到我们的清爽型 没有错 如果说是我们的干体职业 用到我们滋润型就OK了啊 对 共有四种组合 就水乳嘛 两两一组 然后治愈青春的月威水乳 在今天直播间还有特别治愈的礼物 它们是什么呢 这个我就脚本上写到时候告诉我 写到时候告诉你对不对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能不能猜出来 其实如果说看了我们这么久的直播 应该知道对不对 肯定是给我们的福利环节啊 来看一下 应该是跟我有关的吧 会有什么呢 限量的国远明信片咯 是的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获得我们的明信片的话 一定要抓紧时间 赶紧喜欢的去下单 明信片以前是拿来寄给别人的 但现在明信片他收到应该不想寄给别人 对想要自己收藏起来 对啊 毕竟可是我博越的明信片呢 对不对 好来那我们的这一题呢 也顺利过关了 自己给自己鼓个掌 距离我的入职之路越来越近 是 好来那我们接下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咯 好的 欸不对这里的话我们还是按照惯例 每过一轮闯关成功 给大家抽一次奖 OK 好不好 所以我们多给大家抽一次奖 这一次我们要抽奖的同样也是一样的方式 点击一下我们屏幕的左上角 小礼物的图标 输入口令 月威有声 治愈青春参与抽奖 倒计时结束之后 将抽送下单用户送我的签名照 亲笔签名照一张 这第九第三 是的 差不多 还有还有 博远你有没有考虑做主持人 哈哈哈哈 想 这不是入职来了吗 对的 你看马上我们新任主播就要上岗了 同时这里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今天购买博远的同款水乳套装 前两千名是可以获得博远的明星片的 同时直播间里边任意购买 极小红妖子10毫升会多送给大家 所以大家喜欢的可以抓紧时间赶紧去买一下了 接下来输入我们的口令 月威有声 治愈青春 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中 我们这一轮呢 同样是会抽取五位朋友 每个人可以获得一张博远的亲笔签名照片 每一轮抽五个吗 对 每一轮抽五位朋友 我以为一轮只抽一个 是的 所以我们抓紧时间 然后中奖的朋友的话 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客服 把自己的ID以及下单的订单号 给到客服就OK了 好 来 那我们就最后一道大题给大家来公布一下 最后一题 一般考试里面 对不对 作文 好不好 可以吗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 接下来我会出两个题目 两个小作文题目 然后博物院来自由发挥好不好 好 你可以分享一些譬如自己的保养秘籍啊 或引出一下我们的产品啊 或者说搭配一下我们今天的场景啊 各种的都是OK的 没问题 你自由发挥 那第一个作文题目就是 又是一个熬夜练习的夜晚 又是一个熬夜练习的夜晚 是 熬夜 熬夜皮肤就会变差 熬夜 又是一个熬夜练习的夜晚 回到宿舍以后 洗漱完毕 我打开我的月威水乳进行湿敷 从整我的肌肤角质问题 让我的肌肤喝饱水 变得年轻烹饪有光泽 哇 变得年轻烹饪有光泽 可以可以可以很押韵 不愧是唱跳选手 好来我们来下一题好不好 今日出差通告冲冲冲 今日出差通告冲冲冲 忙碌忙起来的时候 一般忙起来的时候都会忘很多事情 小细节上 忙起来 今日出差通告冲冲冲 忙碌的时候更要注意抗初老 忙碌的时候更要注意抗初老 月威水乳 我记得当时上面有写 他会抵御八大抗初老问题 对 譬如说你经常熬夜 肤色暗沉 没有错 或者说开始有细闻干闻 对的 抵御八大抗初老问题 年轻有一套 哦 对我们的产品熟 看来真的是没少用 对不对 应该用了很多套了 是的 好 然后这里的话呢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看到的弹幕 好不好 好天哪 因为刚刚大家都说到我们博远的小作文对不对 情感争执 逻辑流畅 用词准确 好 然后我看到大家都在说很聪明很可爱 小机理 然后他说哇 博远你知道有多少人在看你的直播吗 现在已经40点亿万了 哇哦 有这上面能看到 是的 谢谢 是的天哪 大家热情真的特别高涨啊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直播间 然后呢 我们会一直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福利 环节给到你们 同时好 那我们刚刚三轮已经闯关成功了 那我可以入职了 是的 哈哈哈 这里的话要恭喜一下我们博远了对不对 是的 获得了我们 乐威治愈主播的资格资 哇 来我我现在拿到了一个 哇真的 当当当 还真的有啊 好不好 恭喜博远 恭喜您通过治愈有声 然后乐威有声治愈青春 乐威治愈主播的考核 特发此证以资证明 好不好 希望您继续发挥治愈力 与乐威一起治愈青春 好嘞 是的 好吗 哇好棒好棒 我喜欢 那我先替你收着 好的好的 哈哈哈我也拿一下这个证书 好那我们先替博远收一下 然后我们接着到后面的一个环节 对 我来这还有证可以拿 对还有证 挺好的 以后可以多多来 好的 来到我们的治愈电台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再次给大家再来抽一轮奖 天哪 我们今天真的一直在发奖 有没有 大家应该很高兴啊 对啊 一直在发奖品 发福利是最好的 好来那这里的发福利的环节呢 跟前面也是一样的 点击一下我们屏幕的左上角 会有一个礼品的一个小标志 对不对 但是口令好像变了 对我们这次口 哦 你get到了重点 对 还帮我提示了一下大家 是的 对 点击屏幕左上方的小礼物图标 输入口令 记住这次口令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拿到正了 所以你要把口令改成 治愈主播上线 对 治愈主播上线 对 治愈主播上线 然后输入口令 参与抽奖 到倒计时结束之后 将会抽送下单的用户 奖品呢 没有变 还是我的亲笔签名照 每个人一张 共五张 所以我们会抽五位用户 对 给大家同事呢 然后大家中奖之后 记得要把自己的ID 还有下单的订单号 都给到客服 嗯 对超级贴心 一整套流程 刚刚博物园都跟大家介绍过了 大家get到了吗 get到的话 赶紧可以去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了 至于主播上线 不要输错咯 是的 同时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我们购物袋里面的东西 喜欢的可以赶紧购买起来了 因为我们直播 还有最后的一些时间 所以你要抓紧在我们直播的过程中 去下单才能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 没有错 对 好 那我们接着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 抽奖结束之后 想要问问博物园 成为我们的治愈主播之后 感觉怎么样 感觉如何呢 感觉很奇妙 因为 说实话 自生糖是自己很多年前就开始会用的一个品牌 尤其是水乳 是特别是亚洲皮肤 对的 因为它的 我一直都是用 就是比较喜欢清爽的 然后味道有点点香味 每次所以选择自生糖 感觉就是这三个字出来就是让人很有安全感 就觉得说皮肤交给他没有问题 对 然后所以这一次能够有荣幸来做自生糖的月威摄入大使 就觉得很开心 对很奇妙的感觉 我们见到博物园也很开心 谢谢 那我们刚刚已经持正上岗了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呢要由博物园给我们带来一个小环节 我们今天电台的小环节 这个电台的小环节叫做治愈故事会 治愈故事会 又是讲故事的时间到了 那大家也可以通过博物园的治愈故事会更多的了解到他 好不好 好 那就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遇到的一些治愈的故事 治愈的故事 其实在最近的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在 宿舍的时候 宿舍的时候会有一些 跟成员相处的瞬间会感觉被治愈到 譬如有没有什么小细节 呃我们宿舍里面我跟家园 跟Patrick 还有林默还有米卡 对我们几个是一间 然后呢我 就是有一天我打开冰箱的时候 我发现里面摆满了很多 饮料 果汁 然后呢我那天晚上正好很渴 然后我就不知道这果汁是谁的 我也不好喝不敢喝 就是怕他们刚买想喝或怎样 有很多瓶 然后我正好关冰箱的时候 Patrick就到客厅来了 我就顺口问了他 我说Patrick这个果汁是你的吗 对你想喝的话随便喝 你知道那种半夜口渴的时候想喝一杯果汁 然后他告诉你这杯你随便喝的时候 随便喝 那瞬间觉得 哇你简直是个天使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自带光环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打开一瓶果汁之后呢 我然后后来又有一天晚上也是很晚了回去 然后很饿 哈哈哈 我发现怎么好像跟胃都离不开 所以说治愈一个人要先治愈他的胃 有道理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厨房上面有一碗 那个方便食品 然后我就说这是谁的呢 我就上楼去问那个 我说家园儿 我留下那个什么什么方便食品是你的吗 对你吃 随便你吃 哈哈哈 我就觉得哇你真的是天使 然后后来我就打算买一堆也放在那里 就需要 所以后来我只要买了吃的什么放冰箱的时候 我都在群里会 就大家会 跟大家说 对如果我出门了说 我给你们吃 对冰箱里有 也不是不是因为他们给了我嘛 他们给了我吃的 然后我就说冰箱里有西瓜有葡萄 刚买到怎样 就大家可以 一起分享 对看到的时候不用担心 你就吃就好 嗯是的 团体生活的感觉就是这种 你懂吗 分享是最开心的 嗯在这种刚需的时候 哈哈哈 所以治愈是相互的嘛 对 其实团体生活的时候 像你刚分享的一些小细节 就在有的时候 你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完成的一些事情 也有人可以帮你一把 没有错 同时呢别人需要的时候 你也可以帮他一把 就是互相彼此心里都有着大家 对不对 都念着大家互相帮助 因为出门在外 对不靠父母只能靠朋友 对朋友之间的爱还是非常可贵的 对不对 好来那刚刚呢分享了一下 我们的这个小故事了啊 所以的话呢 刚刚也有朋友 我看到弹幕里也有很多朋友说啊 其实博远变成 in to one 博远的时候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 刚刚有说给他们力量 其实也挺治愈他们的 有些朋友可能 也许面临着考试 或者说面临着工作上的一些变动 但是看到你的这种努力和不懈之后 也可以给到他们一些动力 对就是这个也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之前我刚刚有说的有共鸣的感觉吧 给到他们有力量 他们把这份力量又反馈给了我 而且是就是很多人集结在一起 这个力量加倍了double很多倍以后 再反到我身上 一下把我放进了int one里 嗯 这个感觉 是的 所以大家是聚在一起 聚是一团伙 是 好来那我们这里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前面给过 博远的一些祝福好不好 给博远来念一下 有一位粉丝朋友就说了 博远一定会发展的更好的 谢谢 嗯是的 一起加油 这很诚心的祝福 哈哈哈 刚成团大家就会担心说 这个以后在这里 在int one会不会发展的很好 两年后会不会发展的很好 这样 都替你放心很多 很实在 谢谢 是的 好来第二个粉丝的评论是 我们期待可以更快的看到 发光发热的博远 快了快了 我们现在准备很多让你们要看到的 发光发热的东西 哦 有惊喜哦 是不是 好还有朋友说啊 希望博远以后可以多多的营业 可以多来我们资深堂的治愈电台 能来的话我可以每天都来 哈哈哈 真的 是不是 所以以后希望可以多看到博远的营业 多让我们看到你的一些 有意思的事情啊 包括一些分享的照片也好啊 或者参加一些活动 对自己在社交媒体上也会很很很爱发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东西 虽然看评论好像大家觉得并不有趣 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部分 你确定吗 大家可能真的觉得很有趣 其实大家就喜欢看你分享这种小趣事 生活中的小故事 对因为感觉既然现在有这么大的关注的话 还蛮想分享一些自己有趣的事情给大家 对把自己的力量也给带给大家 是不是 好那这里还要问一下啊 很多朋友都想问说 博远最近在忙一些什么 然后对以后有什么期待 最近和以后 最近在我们在准备我们int1的第一张专辑 对第一张专辑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进度的话先不跟大家说 但在准备这个事情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然后最近的话除了有录制以外 然后接下来会有舞台 会给大家跟大家见面 然后也请大家多期待 好的我们一定会非常期待 准时整点的时候 在你的个人的社交平台好不好 谢谢 然后我们int1的集体的活动 也希望大家要多多关注 好 然后同时的话 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我们资深堂的直播间 关注一下我们资深堂的一些产品 以及福利的一些活动 今天这个福利真的很大 太狠了 是的 而且它不是传统的那种截屏 自己要刷好久好累哦 今天是我们小程序的时间 就是你知道我朋友圈 其实在我成团后 我有因为朋友圈不是我同学亲人吗 然后呢我的同学很多亲人 他们可能就是一两年两三年里面 跟我聊天的唯一一次 就是他们恭喜我成团了 但这个距离过去也有一段时间了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平时大家没有联系 对但是看到你成团了 其实大家心里面是祝福的 然后你知道最近一次他们跟我相关的东西 就是这个 朋友圈里面我已经看到了 就是说 哇好棒 他们就说 但是他们的重点 是不是在我来做月威学书大师 而是在今天的折扣 对 因为今天的话呢 力度又大 同时还有一些福利发放给大家 他们发的都是 哇 他说 我的同学或者谁谁谁 他去做了月威的活动 对月威学书大师 他去做月威学书大师 这个不是重点 他们说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 然后把那个图画红圈的发在朋友圈 你知道吗 然后大家帮我 大家如果想买在前面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记得要帮 要点博远的名字 然后怎么样 但是他这个其实也不重要 重要就是这个很便宜 是的 因为说明你的朋友们平时都很喜欢资生糖 其实像我们也是一样 很多朋友可能第一套护肤品 或者说第一次接触到我们高端的一些护肤品的话 就是我们的资生糖了 对 用了也是非常多年了 是有口皆碑的 那么今天的一个力度 其实大家对于价格都是很敏感的 因为经常买嘛 是不是 所以今天的话一定要抓住机会 夏天也到了嘛 嗯 该囤的也该囤起来了 对的 趁有活动的时候 可以便宜一点是一点嘛 对不对 然后再说到我们的月威的水乳 又这么好用 这么多朋友喜欢 像他经常是断货网 像去年双十一的时候 这一款是卖爆还上的热搜 真的吗 就是说大家再呼吁快点补货 是的 所以现在趁还有一点点背货的时间的话 赶紧可以去买起来了 那对于未来的期待呢 刚刚说到最近的一些活动 未来期待 嗯 未来 目前就是很期待专辑发布之后 大家能一起开演唱会 如果就是 我有看到说什么五万人 对不对 这个可能目前目标是有点大 不过目标总要有嘛 先立在那里 可以一步一步来 但是还是希望先开 跟成员一起能开演唱会的话 目前是最期待的事情 是的 其实我们也很期待 很多的粉丝朋友们也期待 可以在现场 演唱会现场可以看到博远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既然是唱歌跳舞的话 那一定现场是必不可少 嗯 一定要靠现场去 就怎么说呢 感染到大家 大家才会感受到我们对这件事情的 是的 其实我们通过屏幕已经觉得很燃很爆炸了 现场呢也会更燃更爆炸 对 所以很期待哦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好 那我们刚刚分享了这一些之后呢 我们这一环节暂时告一段落 但是我们直播还在继续当中哦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离开 一定要锁定我们 越威治愈电台FM520 是的 520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 然后今天的话呢 我们电台呢是 博远的治愈调频时间 是 好 从FM211 暂时来跳槽到FM520的博远 对 好 那我们下一个环节 也是由我们博远给大家带来的 叫治愈听我的 嗯 平时呢 博远会做一些什么事情来让自己放松呢 就是 在碎片时间 碎片时间里面就是 听歌 听电影的原生带 像在 感觉像在看电影 因为那个原生带入耳的时候 那画面就出来了 就是有那个不见之前看到的一些情节 对的对的对的 嗯 所以听音乐对不对 所以刚刚我们还想问啊 就是说什么类型的音乐最治愈 所以你觉得是这种电影 你自己喜欢的一些电影 试片的一些原生带 对吗 对给大家推荐一个吧 具体一点的就是 我睡不着的时候 经常会听的一首歌 是心地穿越的原生带当中 呃 由汉斯继默的这位老师 他做的一个原生带当中 有一首歌叫Stay S-T-A-Y 然后每个S-T-A-Y 中间有一个点 就有个点S-T-A-Y 对Stay 然后那首原生带有六分钟 我一般会把那个 六分钟的时间 对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原生带 然后我会把它 我会把播放器设置个可能二十到三十分钟 自动关闭 然后就放那个歌 就听着入水 对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那个歌 那首音乐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星际穿越 他的 他那首 他这一首原生带 就是把那种 宇宙当中很 怎么说呢 很安静的一面 很让你心里可以沉下的那一面 放在了这首歌里面 就是让你听歌的时候 会有一种 跟宇宙有对话的感觉 可以这么说 就很 用那个来入睡的话 就感觉整个心里很安静 对 好 赶紧加入歌单 有没有大家听过这首歌的 有听过的话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大家都在说 他说 我刚刚看到有位朋友说 他说 星际穿越的原生带 太好听了 是这位爱知语的朋友说的 对 他还有这位朋友叫做 巴伯的这位朋友说 博远太懂了 哈哈哈 还有吗 还有什么歌 让我们复刻一下 你的这个收藏的歌单 如果是在路上 当天天气很好的话 我会听 悠长假期的一个主题曲 叫 悠长假期也是一部影片吗 一部日剧 对 母村拓栽主演的一部日剧 然后那个主题曲 因为他每次是他的片头嘛 每次出现的时候 配上他那个主题曲的画面的时候 那个歌给人感觉就两个字 明朗 天哪 我现在手头为什么没有笔呢 我想把这个记下来 然后还给我们安利了一部日剧 对 因为这首歌的原唱 久保田立生老师 他的声音非常的嘹亮高亢 而且是那种很有中气的 然后每次听到他唱歌 我就会觉得 哇 又有那种又有底气 但是又很明朗的感觉 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 有那种比较底气 有丹田比较足的 可能会觉得声音会比较低沉 但实际上不是对不对 它就像一个管子一样的打通 哦 所以这个声音也是 听着会让你觉得很治愈 明朗那有点像夏日的阳光 对 那个歌就很夏日 嗯 get到了 还有吗 哈哈哈 好想打小超 还有一首 我很喜欢三浦大志的 有一首歌叫角落 角落 对 汉字叫片语 其实翻译过来叫角落 嗯 怎么说呢 整首歌的编曲非常的安静 就几乎就是很安静 没有什么重的古典 但是配上三浦大志那种很 婉转悠扬的声音 让这首歌就是很舒服 我就喜欢很舒服的歌曲 哦 那它是很适合就是 譬如如果说学习的时候啊 或者说如果说对于看书的时候 学习和看书我一般不会听歌 因为注意力分散不掉音乐和看上面 就眼睛和听 不要专注一件事情 对 听歌的时候可能就单纯听歌 那个歌就适合一个人就是 插滑 对 就可能发呆的时候吧 因为他的歌 他这首歌就 就是非常的 完转悠扬的感觉 好好听 我随便喊了一下 不是真的好听 前面我有看到有朋友在说啊 他一直在说说唱几句唱几句 然后呢我没好意思提 你知道吗 没有想到柏远自己满足了一下 那我们自己想要听歌的 我才他们应该一提到歌应该会上唱几句呢 对的 那我总结一下 刚刚第一个就是S T A Y C 就是每个有一点 对 然后还有第二个是《悠长假期》 主题 对 然后第三首 他也是来自影视吗 第三首 第三首不是 他是他的 角落 对他的专辑里面的歌曲 然后是角落 嗯角落 好啦那几种不同的这种 这三首属于不同类型吗 还是都是属于这种 不同类型 不同类型 完全不同类型 好那大家这三首就可以办你们晚上入睡了 好不好 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FM电台 好不好 然后听一下我们的直播 这直播可以回看吗 可以 那就可以打开 是的 或者说可以听一下刚刚柏远给我们分享到的歌单 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好 来那我们这里的话呢 哦天哪 时间过得很快啊 我马上直播就要结束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刚刚聊着聊着 就不自觉的忘记了脚本了 就真的是跟柏远聊了很多 他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 然后我发现柏远其实讲话的时候 也会让我们不自觉想要安静的去倾听 谢谢 嗯是的 然后呢时间就过得非常的快啊 一瞬间我们今天直播不知不觉中就快要结束了 那柏远呢也是给我们今天的直播带来非常多的快 以及治愈的一个时间 非常感谢自身堂能够邀请我来 嗯 我们也非常感谢柏远 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希望可以多多的看到柏远 是的我也希望有机会下次还能来这里跟大家聊天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的 月威治愈电台FM520呢不仅仅治愈了大家的心灵 有没有被治愈到 有没有我觉得有耶 然后还治愈了大家的肌肤 那治愈肌肤用什么 就用我们的月威水乳巴 像我们有滋润型的 然后用我们清爽型的 对 博远的同款就是我们清爽版 对我喜欢清爽型 是很适合夏天 是的 或者说油皮的肌肤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用的 它是润而不腻 没有错 同时呢针对于我们一些暗黄啊 或者说经常熬夜的肌肤 会有抗初老的一个需求呢 没有错 也可以用到它 调整你的角质 对 提亮你的肤色 是的因为它需要调整一下角质 像老肺的角质 我们需要把它代谢掉 没有错 这样子新生的一些胶原蛋白才可以产生 让你肌肤一直处于你刚刚说的是什么 烹饪还有光泽 年轻烹饪有光泽 就是现在因为不管大家是学习还是工作 我觉得很多时候熬夜都不是主动的 都是被动的 就是不得不熬夜 这种时候就很吃亏 就是又不是我自己想熬夜的 凭什么让我皮肤变老那种感觉 哦 是 所以需要油威水乳自瑞 哎呀我看到现在大家弹幕里边都在说 谢谢博远 谢谢资生堂 很谢谢资生堂的选择 是不是 大家是不是很喜欢看到我们今天直播 记得常来哦好不好 非常感谢 注定之后还有机会可以见到我们的博远 再次来到我们的电台 嗯 然后同时呢这里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就是治愈是从心底到基底 对不对 这也是博远想要跟我们说的话 因为自己认可的产品分享给了大家以后 到了大家手上 那当然就会把大家的基底治愈好 嗯是的 那毕竟我们的博远以及我们的月威呢 都是我们电台的王牌治愈担当 感谢 那这里的话博远参与了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再次跟宝宝们重申一下啊 会不会跟我们宝宝们分享一下 好的 呃 大家好我是月威水乳大师 英雄安博远 然后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我们的月威治愈电台FM520 呃今天的话刚刚说了这么多 大家可以挑选自己适合的滋润型和清爽型的水乳进行使用 然后平常的话 虽然说水乳是调整大家的角质 然后唤醒大家的肤色体量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尽量尝熬夜 其实有个好的作息才是你的皮肤变好的一个根本吧 是的 有没有直播间里边现在看我们直播的每天都几点睡觉 我估计都应该睡的不太早 是的 因为其实像博远刚刚说了 博远是因为工作的一个原因对不对 非常的忙碌 然后形成的一些安排 没有办法早睡有的时候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一个词叫做抽气 抽气 就是抽时间小气一会儿 哦 不是这是因为你年轻你知道吗 你年轻随时随地都能睡着 直播间里边有没有朋友就是想睡觉睡不着的朋友 这个说出来就有点心酸 这是凡然在吗 因为就是大家就是如果一旦有时间的时候抽气 没有时间抽气没关系 还有月威水乳帮你 对的 不然其实说有的时候只是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 也不一定说真的入睡啊 比如说有的时候歇下来闭上双眼 对 关闭我们的眼睛 然后耳机里边可以听一下我们刚刚博远分享的像角落啊等等 我们这样子的一些名曲 今天是一套 对一种套 用的听的看的都给你 是的 明信片 然后什么故事啊这些也有福利也有明信片 真的我觉得自生堂照顾的太全了吧 就是把从心里到外在的所有都帮你治愈到了 感关系品牌 对 如果说还没有治愈到的没有关系 我们接下去还会有直播给到大家哦 所以一定要继续锁定一下我们直播间 那同时的话呢 有博远有月威就可以治愈青春 那么再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 继续关注我们自生堂品牌的小程序直播间 就点击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有个左上角啊 大家可以点击一下 可以点击一下我们订阅好不好 点击完了之后呢 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治愈会持续的放送当中 看到没有这个地方 可以点击一下订阅直播 然后长时间以后可以多多来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 然后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博远的一个到来 那么电台的直播的时间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 也谢谢大家 同时也谢谢我们的博远 谢谢自生堂 邀请 对的 然后呢欢迎大家可以下次继续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咯 那这里就先跟大家说再见了好不好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来到自生堂跟大家见面 是的 然后也很高兴今天就是推荐了自己品牌也会用到的 自生堂的月威水乳 嗯 非常感谢大家 是的 谢谢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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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谢谢自生堂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一场非常精彩的直播 治愈你 治愈你的心灵 治愈你的肌肤 好 然后呢我们要准备跟大家要说再见 但是呢我们可能结束之后我们自生堂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好不好 虽然直播结束了 但是我们互动没有结束 然后同时我们的福利也没有结束哦 大家可以截图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 然后扫描完之后保存完图片呢 可以加入到我们群聊当中我们更多的一些品牌福利 包括优惠的一些信息都可以给到大家 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谢谢博远 然后我们下一次再见 好的 好宝宝们拜拜 拜拜